您好 请简单介绍一下贵公司的产品及服务 有哪些特色跟优势 您好 我们是从03年进入中国 然后一直做的是黑套 武器厂 就是千代和奇亚 所以一级供应商的话 我们做10.9级和12.9级以上 所有的像刹车类 还有卡钱的东西的话 包括表面处理 热处理 然后冷冻打头都是我们自己做 能保证一个整体的一个质量 刚才您说我们是在03年进入中国市场是吗 是的 那这么多年来您觉得中国市场有哪些变化 中国市场的话是怎么讲 然后整个汽车行业的话是一直在蓬勃的发展 外资企业的一个中国带来了解决了很多一个劳动力 当然我们也在不断地回克社会 那这么多年来您感觉中国买家跟国际买家最大区别是什么 我们有没有为了中国客户量身定做或者是涉及一些产品跟服务呢 有的结合到整个一个市场的话 我们也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在 在那个定位零不见的一个价格 因为现在国产车对整个汽车行业的那个不管是国际品牌 还有国内的一个自主品牌的话都冲击很大 所以的话我们也会结合当时实际的情况去做整体的一个调整 那请您预测一下未来两三年我们的产品所处于那些行业 有哪些行业可能会有个爆发式增长 我们又会如何迎合这些市场去做一些布局和措施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介于新能源汽车这一块 因为现在不单是中国 然后国外的很多国家都在做新能源这一块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减重 然后一个续航 然后减重的话是我们应该做景物件这块应该实际考虑的 所以我们的整个团队 还有我们总公司在韩国的话也是有专门的研发团队 也是在不断的克服一些困难 谢谢 好的 本次参展您感觉这个展会怎么样 哪些方面有一些亮点能够帮助到您的 整个展会的一个区域化分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不管你从格局还是大局方面看的话 就是一眼能找到你想要找到一些参展商 想要找到你自己的一些东西 不管是对于我们展商或者是参观者来讲的话 都是一个很便利的条件 好的 明年的展会将在6月11日至13日举行 到时也欢迎你们继续参加 谢谢 你好 请简单介绍一下贵公司的产品跟服务有哪些优势和特色 现在正在做什么商业的商业 然后有什么特征的东西 简单的介绍一下 简单的介绍一下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是 北京现代的车用车用的螺丝螺末 还有建筑用的 这种特征是什么? 这种特征的意思是 一个特征的方式是 韩国用的 每个人生产出来的 是他们现在用的那个原材料都是韩国生产的原材料 还有那个技术方面通过技术方面 那我们是哪一年进入中国市场的 您觉得中国买家跟国际买家有什么区别 中国的购买家和其他国家的购买家有什么差异呢 为什么会问呢 这种外伙伴的说明 现在中国的购买家是完全没有购买的 还有我们的购买家和美国的购买家 还有其他国家的购买家 中国的购买家和购买家的购买家 现在他们家公司的商品没有出购到中国 所以他不太清楚中国的那个卖家是有什么特征 他们都出购到那个美国欧洲那些地方 那本次展展中国展会是不是就想准备进入中国市场 还是在为此做进一步的计划跟布局 就这样说 这就是参加本次上海展会是不是就在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做布局 这就是参加本次上海展会是不是就在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做布局 今天参加了中国市场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做布局 基本上,我們參加了中國現在的展示場 因為我們參加了中國市場的其他國家的客戶 也有韓國人,所以我們參加了他們參加的部分 说实话的话来参加这个展览会的目的并不是进口到中国 目的就是来这里的欧洲美国那些卖家 也要宣传韩国也有螺丝螺默 这个就是主要的目的 这两天的展览感觉你们的目的成果吗 这次展会的欧美买家 是否满足你们 如果我来到中国与英国人的议员 议员成一位 对 怎么了 我想和我们的名字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讨论和讨论 还有其他讨论们的讨论 我认为我们有足够的目的目的目标 他来之前要准备见的人 该见的都要见了 然后收获挺多的 挺满足的 好的 谢谢接受你的采访 我们的展会明年将于6月11日至13日举行 到时候也欢迎大家参加 谢谢 你好 请简单介绍一下贵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有哪些特色和优势 我们是一家韩国的紧固件公司 然后我们主要的产品是汽车紧固件 就是中国有两家工厂 一个是张家港 一个是烟台 然后是生产螺栓 还有球头拉杆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在北美有办公室 印度也是有工厂的 然后我们这种高强度的螺栓是在比一般的国内的企业是有那些技术的优势的 那想请问一下 我们是从哪一年开始在中国设厂的 这么多年发展下来 中国的客户跟国际客户 你觉得他们最大区别是哪里 我们是张家港的话是2007年开始建厂的 然后烟台的是06年建厂的 然后中国的那个客户的话 可能比较关心的是质量那个还有价格 价格比较就是卡的比较严 然后国际的话比较就是那种先进的那些技术是关心的更多一点的 那你觉得这么多年来中国的行业发展有哪些变化 你觉得未来两三年我们相关的行业中会有哪些应用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我们会从哪些角度去帮助这些企业得到更好的服务呢 现在中国的那个本土企业是现在非常那个发展的比较突飞猛进嘛 然后他们的技术也现在越来越好 然后现在就是可能价格一般的价格也是比我们的更比那种国际的这些企业会更有优势 但是可能在高高端的那种技术方面可能没有我们做的更好一些 但是也是在进步中 然后我们这种国际的这种公司的话也是就是希望在能够更加提高自己的那个价格的竞争优势 然后就是在更多的那个深入我们的本土的那些那个汽车企业 那本次展展你觉得本次展会的最大亮点是哪些 有没有帮助到贵公司能够获得更好的资源 最大亮点是一些印度呀 还有那些欧美的那些德国的客户比较多 就是对我们那个也比较有兴趣 然后往年的话可能是中国的那个当地的那些采购会对我们比较有关心 明年我们的展会将在6月11日至13日举行 不知道贵公司有没有参展计划 我们时间应该是可以参加的 我们是有这个兴趣的 好的谢谢接受参访 希望明年能一起看到大家 你好请简单介绍一下贵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有哪些优势和特色 你好我们是一家这个瑞士和韩国的一家合资工厂 由瑞士的那个什么 Fs英泰克和韩国的3PF合资的 我们主要是做这个汽车这个冷准舰和这个高强度的一些罗斯安之类的一些产品 他们什么优势和特色吗 主要从事这个高强度这一块的像一些异形的复杂的一些冷准舰 对公司在中国市场这么多年 你觉得中国市场这两年有哪些变化呢 跟国际买家相比的话 中国客户有什么区别 现在对我们来说 中国的市场这些客户是越做这个技术含量 或者是在某些方面是越高了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2005年到中国市场的时间 中国的特别是中国本土的一些客户 还处在一个相对来说 这个技术含量不是太高的一些要求 提出的一些要求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包括现在的这种汽车品牌的一些质量的提高 所以在某些方面产品的质量等等方面的要求是越来越高 那请您预测一下 在未来两三年 我们所服务的行业的客户 他们哪些行业会有一个比较高速的发展 我们又会从哪些方面 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 去帮助他们去上一个更好台阶 第一个我觉得是从这个我们 首先来说从我们企业的内部来说 一些质量或者一些东西 我们会做一些提高 比如说我们的从我们的技术方面 我们会注重于我们两大母公司 刚才提到我们瑞士和韩国的两大母公司的一些技术 会做转移到我们中国大陆来 所以的话我们的产品也会随着这个时间会提高 从服务方面的话 我们会利这个着力于本土的一些 这个比如说人员的培训 还有就是我们着重于力求于本土的这个客户群体来发展 好的 那参加本次展会 你感觉本次展会最大亮点是什么 哪些方面能够帮助到各公司在宣传上面 今年的主要是还是有一些整车厂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客户 就说会来 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了回门 这也是我们的客户 包括我们今天看到了比如说GEC 也就是国内的OM也是江淮汽车 也来到了我们这边 所以针对这些客户群体 我们也会 我相信我们后期的 比如说通过你们的宣传 还会带来一些更好的一些客户群体 好的 我们的展会在明年的6月11日至13日举行 请问各公司有参展计划吗 应该会来吧 好的 谢谢跟你做参访 好 谢谢